大廚教做菜一旁 這位認真聽客 有著俐落短髮和親切笑容的 就是有風雨公主和一家 這也是爆出接班瘋破後 首度露面 大概一兩天就要買一次餐 甜椒 番茄 像這個櫛瓜 這些都是現在非常當令的食材 強調每天的伙食幾乎都自己來 擁有生意頭腦的他 將旗下的有機超市結合廚藝教室 成功帶動來客樹 不為風頭上自家活動人親力親為 破除與哥哥何亦達 爭強永鋒於集團大衛的傳言 強調父親和哥哥都支持他的餐飲事業 保護家人的他 對於九歲兒子被捲入風波 也不願多談 我在開發這個的時候 其實也有想到我自己的 就是親身的經歷這樣 我覺得很多媽媽都會覺得說 單身的時候就隨便打發就算了 可是有小孩以後 他一定要回家煮一餐 健康的東西 小小一包的調理包研發都親自上陣 在集團內擔任永鋒於生計總經理的他 在台灣和大陸有三座有機農場 除了經營有機超市 還有虎鍋店 親子餐廳等等 今年在兩岸還有展店計畫 七年應該還會有展店計畫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對 台灣還是推案 都有 專注拓展餐飲版圖 從公主化身農婦旅旅用成績證明實力 目前哥哥何亦達則是掌管集團核心 精控事業 但永鋒於集團誰來接班 還是留給外界無限想像 記者政總理文科台北報導